记者林郑平台北报道,谭永林昨天在小巨蛋开场,他透露前面先去加拿大二州,来台湾的时候怕站住睡住,担心有时差影响,但他几乎每天都运动,还来台湾和足球队比赛,68岁仍老当义壮。 昨五月天主唱阿信在台下看演出,谭永林感念在心,本来是打算要找五月天当嘉宾,但因为他们要一路巡演到年底,阿信为了我多留一天,其他人都已经飞去巡演了,看完他就直接飞过去。 今年是冯月宇哥推广50周年,谭永林也录制了一张专辑,68岁的他保养的仪,认为人生其实才开始,也许两年后还有机会公蛋。 他笑说,我听说春浪很好玩,所以有机会想要去表演,看一下比基尼女郎左唱到后半段,最爱笑的人重唱了两次,他表示无所谓,因为很多歌都是第一次唱,几乎都只练过一次,我是全天候的歌手,不需要责备他们,不要影响他们情绪。 他弹起有次在美国表演,改了歌单但来不及通知帮忙跳舞的五年,结果害他们穿着羽毛跳了一首很快的歌曲,他笑说,超像落智仔,而且我笑到唱不出来,谭永林帮自己的表现打90多分,有一些小缺点是,有些歌在东南亚或中国很流行,那些城市都是大合唱,但这里却没有效果, 一点点无所谓,对我影响不大,提及刘德华接触也将在小巨蛋开场,是否有机会做嘉宾? 他笑说,他要求我一定做嘉宾,而且他长胖了,休息很久了。 谭永林左在小巨蛋开场,记者陈毅宽社,五月天阿信,左,特别为谭永林多留一天,看完演出才出国忙巡演。 记者陈毅宽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